这个女孩只是吃了一块肉就遭到了奶奶的怒骂 原来她是刚刚从现代穿越过来的 来了之后才发现这个家里是一瓶如洗 而且家里一共三个儿子 女孩的爸爸是最不受宠的 所以连累的她也不受奶奶的待见 这天大伯一家要回来 奶奶特地拿出了珍藏已久的五花肉 而大伯一家回来的目的却是 他们为了钱竟然要卖了骂 而对方之所以给这么多钱 是因为这原本就是一场冥婚 去了就是要送死 而他们之所以这么堂而皇之 就是抓住了老三一家敦厚老实的弱点 觉得他们好欺负肯定闹不出幺蛾子 但是他们有所不知 骂现在可是一个拥有现代记忆的独立女性 所以当她得知 你以为自己嫁给有钱人 一会儿一个人是不是 一二三再二三的你就顶着长辈了 这时骂才知道自己要嫁人 于是大伯母就开始帮腔 眼看着就要跟孙家的公子结亲了 那往后吃香的喝辣的 穿金带银的日子还能少吗 而骂早就得知孙家的公子已经去世了 所以去了就是送死 于是他当场就拒绝了这门亲事 结果大伯却发起了脾气 婚姻大事啊 这么大的事 你一个小辈子你就做主了 是我家又不是您家 我怎么不能做主了 然后大伯母又开始吹捧说 孙家可是一门好亲事 去了就是吃香的喝辣的 结果骂一句话就怼得他们哑口无言 这么好的亲事 干了花儿姐嫁去 这时骂妈看女儿如此不愿意 于是就唯唯诺诺的说 幸好孙家人还没把妈儿接走 以孙家那样的门第 再找个八字相配的怕也不难 大伯派着到手的银子就这样飞了 于是就向娘求助 而这个老太婆向来是偏心大儿子 于是就愤怒的说 随后他就直接装晕 而马可不吃他这套 紧随其后就开始撒泼打滚闹了起来 还扬言说再逼他结婚 他就去跳井 但是奶奶根本不在乎他 甚至还逼着他去跳 你要不跳 你就跟我架 敢在我面前拿枪 于是妈儿当场就放下了狠话 好啊 我都要看看 你们一家老小逼婚 卖你的事传出去了 会不会让人笑 随后他就冲去了井边 结果就在他纠结要不要跳的时候 却直接脚底一滑就掉了下去 但危机关头还是妈妈拼了老命 把自己救了上去 为此妈妈的胳膊也划伤了 但是奶奶却不依不饶 直接把他关进了柴房 后来还是弟弟偷偷地把他放了出来 妈妈也给他收拾了行李 让他去舅舅家躲几天 结果在路上 他就意外遇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